欢迎收看美洲新闻动态 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洛杉矶 欢迎收看美洲新闻速递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首先来看参议院确认任命首位亚裔联邦法官的消息 国会参议院21日确认华盛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董事会主席 民权律师林塔纳出任西雅图联邦法官的任命案 他成为华盛顿州第一位亚裔联邦法官 林塔纳是历来担任华盛顿州担任联邦法官的第一位前公社辩护人 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位的亚裔 现年55岁的林塔纳三岁时从中国台湾移民来美 上学前在家只会说国语 他曾就读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院 拜登总统曾表示 他希望他提名的人能为联邦法院带来更多专业和人口多样性 参议院21日以52票对45票正式通过任命确认案 同时参议院最近还确认了部落法专家艾伦金 担任华盛顿州第一位美洲原住民联邦法官 一起关注前总统特朗普自建社交平台的消息 前总统特朗普20日宣布启用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的应用程式 特朗普希望类似推特的社群网络Truth Social 可用来对抗科技巨头 但其测试版推出不到两小时 骇客也纷纷加入创立假账号 包括特朗普及右派人士巴农 以及尽叫特朗普推特账号的推特执行员多西 特朗普新成立的社群平台 其隶属于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 目前该集团发言人尚未回应骇客一事 这波骇客攻击行动促使TMTG的应用程序 开发人员禁止创办新账号 并暂停所有账号使用 最后还关闭平台 不过截至21日上午 该网站已复活但无法运作 接下来一起关注选区重新划分的相关消息 虽然招政反对党民主党的质疑 不过共和党占优势的德州议会 近日仍然通过国会众院选区重划案 州长艾布特签署后就会生效 而反对此重划的有关团体也在同日提诉 要求停止此重新划分施行 2020年的人口普查 让德州的国会众院席次 从36席增加到38席 这是因为德州过去10年的人口不断移入的结果 这当中90%以上为少数族裔 但是新的选区划分中 西域一占优势的选区则从8个减到7个 民主党人批评 此重划案的决定仓促 前后只花上30天的左右的时间 而且少有让民众参与讨论的机会 民主党及众议会议员在表决前就说 这样的重划案如果通过 是对德州民众的伤害 而目前的现实是 共和党一方面在德州议会两院都占有优势 而且按过往判例 透过选区重划巩固 执政党优势并没有违宪 一起关注全美非法移民的相关数据 官方统计指出 过去12个月以来 全球企图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 无证移民人数多达170万人 创下1960年以来最高纪录 不仅造成美墨边境一片混乱 也成为拜登政府就任以来最头痛的问题 截至今年9月30日的财务年度中 被捕的非法移民多以单身成年人为主 占比64% 多达110万人 不过家庭移民的人数也不容忽视 加总超过47万9千人 无家长或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数 却是自2008年以来的新高 将近14万7千人 当局也只能尽快让这些儿童 与在美的亲戚相聚 或是透过其他移民救助单位协助 但截至22日 仍有11000名儿童遭居留 最近一次的数据显示 共有65万5000名以上的 墨西哥非法移民被捕 为全球之冠 而萨尔瓦多、瓜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人数 加总超过约70万人 整体而言 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占比高达78% 继续关注移民的相关消息 据报道 国土安全部正在研议中的草案 对于申请入籍时提供造假资料者 将缩减撤销公民资格的查击行动 据报道指出 国土安全部长发给旗下三大移民事务主管机关主要负责任的备忘录中 提到了目前正在讨论中的草案内容 备忘录写道 如果民众担心公民资格未来恐遭撤销 申请入籍可能就会感到却步 备忘录写道 规划公民应有享有最终定局 也应该拥有身份公民的安全感 国土安全部的政策不应该导致阻下作用 或为拥有永久居留权的绿卡合法持有人申请公民时形成阻案 撤销公民应该属于联邦法律范畴 必须通过法院裁定 管道则包括刑事案件或民事诉讼 国土安全部此次的提议 目的似乎是为了前总统特朗普任内设下的绑定松绑 不过目前国土安全部对于该报道并未发表评论 接下来一起关注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 人口普查局持续发布 2020年人口普查的信息 以提供有关美国人口变化的丰富信息 从4月的分配技术数据到8月的重新划分数据 根据最近2020年人口普查的重新划分数据结果 亚洲特定人口显著增加 2020年至2020年间 仅亚裔人口就增长了35.5% 2020年约有1990万人认定自己为亚裔 高于2010年的1470万人 相比之下亚裔混血人口增长了55.5% 2020年约有410万人认定为亚裔混血 高于2010年的260万人 约有270万人被认定为亚裔和白人 使其成为最大的多种族亚裔群体 新数据反映了人口的变化 以及人口普查提出问题 收集和整理答复的方式的改进 在人口普查的整个历史中 这一过程几乎每10年都会发生变化 以反映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 一起关注最新出炉的 全美最佳退休居住地榜单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日前公布2022年全美最佳退休居住地 纽约市排名第32位 纽约在商业、金融、科技与文化领域地位不可撼动 在满分10分的评分中获6.9分 其中缺乏可负担房源是降低评分的主因 而最令人满意的医疗系统则将分数拉高 全市约有15.5%的人口为65岁或以上 相信是医疗的便利性 使其高龄人口的比例比预想中高 此外佛州有8个社区挤进前十 最受退休人士的欢迎 这项研究对美国各大都会市区的房屋负担能力 居民幸福感、需求性、退休税、医疗服务便利性进行分析 并向45岁以上的民众展开问卷调查 分析他们心中向往的退休生活 今年佛州多个地区各个数据都有很好的评分 成为最多人退休后最想居住的州 最后一起关注FDA提议助听器免处方的新规则 联邦是要建局FDA提议新规则 将允许民众无息检测听力和不持医生处方 即可在药店或上网购买助听器 FDA的新举策将有助于降低助听器的价格 使数千万有听力障碍的人受益 目前全美约3700万的人有听力问题 占成年人的15% 但仅约1分之1的人使用助听器 使用少的主要障碍是售价 一部助听器加上装配服务的价格超过5000元 但保险公司的报销极为有限 联邦医疗计划不负担助听器的费用 仅报销听力检测费 FDA的新规生效后 传统的助听器身上产价是将降价 并且直面消费者 但新规定不适用于听力严重损失的人和儿童 药店零售的助听器需有音量限制等措施 以免造成损伤 以上是本周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